这个男想要上吊 他踩上石头 将脖子伸进绳圈 然后闭眼发痕 这一刻 就连鼻腔的呼吸都沉重了起来 周围空气仿佛黏固 只有他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 只要脚下一蹬 他就能完成心愿 可惜 在关键时刻 他肚子里传了一阵咕噜声 使他挣脱了绳子 他居然在这个时间拉肚子 原本他还想继续上吊 可三两次都按捺不下这股使忆 他只好暂时放弃 先解决了眼前的燃眉之急 他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畅快起来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浓浓的恶臭 男人名叫小金 被困在一座奇怪的荒岛上 之所以说是奇怪 而是因为这座荒岛周围 有高楼大厦 有建筑桥梁 与人们的正常生活息息相关 又毫无牵连 他向途经此地的船只求救 人们却以为这是友好的信号 和他打起招呼 他拿出手机 用尽最后一次电量 给19报案专线打去电话 可提到位置时 电话那头却是不屑地挂掉 因为没人相信 汉江上会有一座荒岛 就这样 上吊未遂的他 暂时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在荒岛上开始求生 到了夜晚 他开始像疯子一样 对着对面的高楼大厦 大喊大叫 得不到回应的他 甚至脱下裤子 亮出自己的宝贝 花了七年继续购房 如今他终于在座荒岛上 有了自己的房子 在荒岛上的日子并不乏味 小金鱼有极强的人格魅力 他总能给自己找到乐趣 他还会爬树掏鸟蛋 为了防止再插到自己的脚 小金这次做了一种 全新的捕鱼工具 他气急败坏 这次一定要爬到树上 将鸟蛋吃进嘴里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被他洗头熏死的鱼 从湖面漂浮过来 让小金终于吃到一顿 美味的晚餐 被他吃过的死鱼 在夜晚又吸引了几只鸽子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有了肯德基吃 日子虽然被他过得有滋有味 但依然难以掩饰 孤单一人的落寞 他躺在草地上 百无聊赖 让让他不知道的是 这段时间 他在荒岛上的所有举动 竟然都被一名女孩 尽收眼底 包括他脱下裤子的时候 这名女孩 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三年 三年里他足不出户 即使房间乱得 就像垃圾厂一样 也从来不会收拾 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生存方式 只有在一年两次的 防控演习时 他才会拉开房间的窗帘 观看这个世界 然而这天他看到的 是一名男子上吊自杀的画面 他被吓得不断后退 赶紧关上窗帘 在那以后 男的模样 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于是到了夜晚降临 女孩就偷偷地拉开窗帘 观察起男人 在他眼中 这是对外星人的探究 充满了神奇 而荒岛上的小鸡 已经快要疯了 白天看到炸酱面的空袋子 晚上就开始做梦吃炸酱面 第二天他当即 按照袋子上的说明 打算自己在这座荒岛上 收集食材 摇制出炸酱面 不出意外 他做出了黑暗料理 对于炸酱面的渴望 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以后立生的渴望 过去杂장 collinin 配口的第二天 用专大时的空音 和我感激 真心转眼 诺有水 一起吃 一口喝 哈 一口喝 煮喔 我不易哀啦 莢 不易哀啦 结果 brinc 牠儿在这座 小鸭头 九煮 小金彻底疯了 开始疯言疯语 还用手指去触碰鸟屎 既然觉得这玩意儿跟炸酱很像 脑海中的念头一动 他就开始啃甜挖土 自己亲自施肥 鸟屎也不放过 意再做出美味的炸酱面 另一边的女孩 已经观察小金两个月了 她将小金这两个月的一举一动 都画成了油画 对于那些奇怪的行为 她以为是外星人的作风 她对外太空十分憧憬 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孩 因此她对小金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她想与小金取得联系 在纸上画出路线图 但让头盔 她就决定出发 对于三年没有出过房间的女孩而言 路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神奇 她来到桥上 将自己想要对小金说的话 塞进酒瓶扔向湖面 第二天 她就兴冲冲地爬起来观察荒岛 却没有发现小金的身影 于是她失落不已 小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 外界传来的任何东西 依旧过着她的孤单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越来越像一个野人 长出了浓郁的胡子和毛发 在她亲手啃重的田地里 一颗小苗长了出来 这让小金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她开始四处寻找空瓶子 能够接水灌田 可就在这时 突然发现一个酒瓶 从酒瓶里取出纸条 小金看到了哈喽的字样 于是她来到湖边 观望起对面的无数大楼 因为从那里 可以看到她在沙滩上 写下的哈喽 这意味着 小金在荒岛上的生活 被人发现了 荒岛上吃外卖 是一种什么体验 小金生活在荒岛上 一不遮体 她以为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可突如其来的漂流瓶 让她意识到 此前她在荒岛上的生活 都被一个女孩看在眼里 二人通过漂流瓶 打过第一次招呼后 渐渐有了更多的联络 女孩甚至给她点了外卖 送来了她梦寐以求的炸酱面 这对小金来说 也不单单是一份食物 更多的是一份希望 就这样 二人的联络越来越频繁 都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他们期待着彼此能够见面的一天 可是女孩的脸上 长了一块疤痕 这样她始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她害怕被人揭穿 因此足不出户三年 一场暴雨之后 小金在荒岛上的所有积累 都化为一空 就连她的房子 也在倾盆暴雨的夜晚 被大风给冲走 这一刻 小金再次感觉到了生无可恋 也正在这时 荒岛上突然闯进来一群陌生人 小金意识到 她已经彻底被人发现了 这也意味着 小金要被他们遣送回岸 这座荒岛 是她和女孩辛辛苦苦架起的 唯一的沟通桥梁 离开这座岛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她就再也无法和女孩取得联系 因为她连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无从寻找 所以 最初迫切想要离开这里的她 无比讨厌这里的她 此刻 她也变得留恋不舍 女孩通过望远镜 观察到这一切 患有自闭症的她 再次为小金勇敢地迈出了房间 只不过这一次 她没有再戴头盔 而是以她最真实的面目去试人 她奔跑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 汗水浸湿了她的身体 沿着碧波凌凌的湖边 她仓皇寻找小金的摄影 这里 留下了一只她曾经穿过道破烂不堪的草鞋 女孩心急如焚 而另一边的小金 愣在原地良久 终是乘上了前往六三大厦的公交车 重新接轨正常人的生活 小金满事不适应 她缓缓坐下座位 心中的落寞感油斩而生 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已经在车身后拼命向她奔来 可女孩终究没能追上这趟公交车 眼睁睁地看着小金离她而去 小金也在车上流泪 怀念那段时间 在荒岛上与女孩互相勉励的日子 她认为一切都回不到过去了 可这手 天空中突然拉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 这是一年只有两次的防空演习 所有车辆必须停留二十分钟 这让女孩看到了希望 从未有过一刻 警报声是如此的悦耳 她身披阳光喜机而泣 渐渐追上了那辆遥不可及的公交车 在车上她看到了小金 她缓缓走到小金的面前 良久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 金童云 你是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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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